疫情防控期间,我是文旅部门,也积极采取应对措施,在网络平台推出专业课程,采取在线培训的警示,号召我是相关从业人员,加强学习,继续充电,以待疫情过后的行业新发展。 上午在市园林植物园工作人员完成基本工作后,开始了当天景区培训课程的学习。 据了解,本次培训由市文化和旅游局推出,从本月14号开始,连续10天为我是各警区工作人员开办线上培训课程,内容涵盖警区升级,智慧警区建设,警区职业管理等多个方面的内容。 参与人员只需在各自的手机或电脑上扫描二维码,就可以观看学习。 一个小时左右,学完以后,还要学习笔记,才算今天的打卡成功。 课程里面有最唯一警区的创建,有几节课,对我们现在的帮助算是很大的。 哪些能够做得更好,我们把它补齐。 据了解,在疫情防控期间,受市文旅局委托,市旅游培训中心,也在厦门旅游网络教育平台上,分批推出在战役中成长,厦门导游讲解学习案例急萃等专题课程。 涵盖厦门乡村,新潮景区,美食美味等九方面的内容,从业人员可以免费登陆学习。 都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,让更多的旅游从业者多学习,多思考,多提升,蓄势待发,为疫情过后旅游业的从政和发展,积蓄更多的能量。 记者杨红,郑仲伟报道。